有朋资源方来不亦乐乎 台南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率领40多名的青农 今天下午专程来到瑞穗乡与采访在地青农 双方就文旦产销食农教育以及农游体验等农政议题经验相互交流 而两地的青农们相互激荡出产业火花 台南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率领40多名青农 专程来参访瑞穗乡农会 与瑞穗在地青农交流 两地青农也特别在文旦又园内相减欢 由于台南麻豆区与瑞穗乡同样都是台湾文旦又重要产区 两地青农所关注的产业亦提供名频率超高 不单单是从生产技术 今年产销问题意见交流 对于咖啡茶以及落农业等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彼此热烈讨论 因为麻豆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主要还是都一级的生产为最主要的工作 那相对的二级跟三级是这几年才逐渐在发展 那尤其像瑞穗这边是就是说实在它比较有观光休闲的资源 跟游客也多 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麻豆可能需要更用力学习的地方 区域有两个区域不同的环境 所以相对的我们这边可能要比较要学习他们的宠害的防治 因为他们温度比较高 所以他们在宠害方面的防治会比较好 我们这边是因为室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在病害的防治会比较好 所以我会比较想调教说 他们在宠害上面的防治的方式 有没有有所不同 两地青农首度交流 彼此共享共学不偿私热烈互动 相互激荡出产业新火花 梁慧带队长官也乐见其成 其实我们很想来做休闲的部分 比如说一个小园区 然后我们来办个采果乐 或者是五月天牛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让消费者懂这个天牛 然后来做这样一个体验 想要就是把园区除了中秋节的饭处之外 然后平常我们也希望农作的期间 也让消费者来这边做休闲体验 然后更了解我们文端这个产业 瑞瑞的这个产业非常的丰富 包含我们的蜜香红茶 我们的咖啡 我们的鲜奶 那这些产业都跟我们的休闲农业 有做相当的搭配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能够把农业从一级带到二级 甚至到三级产业 那完成我们一个农业六级化的一个目标 台南麻豆与瑞瑞乡两会因文端又产业而频繁交流 不过说到青农之间的参访倒是头一遭 双方不仅就文端产销 食农教育以及农友体验 观光休闲农业的推动等经验分享 在农产又略是上也相互学习 节长补短 讨论议题范围也包罗万象更加多元 看见了台湾农产的年轻实力 记得是越南最初采访报道